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师好 超马家人以及主持人 很感恩你给我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见面 真的很感恩啊 我现在又用一句问候你 今天超马了吗 今天不能量 减了吗 我天天就是早上一起来对着静子讲 你今天不能量 减了吗 他会对我有一笑喔 即使是我自己在笑 真的我笑他也跟着笑啊 那老师的交流话要不要用很好用喔 今天真的愉快一天 起来就感恩感恩感恩 好我现在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自己以为在宗教系统 寻寻觅觅觅三四十年 真的没有间断过 自己也自认自己是一个修行的人 但是修行在我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究竟 就是吃财啦 担分啦 一打坐啦 一穿铲啦 送金啦 是这样子吗 那我怎么都还是觉得心灵很空虚 那自从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以后 我在这里真的要感恩 可能我两位贵人 不会是存存 不会是经历 两位他们的接引 让我有机会 得到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大法 让我整个生活的情境 全部 生活地图全部关转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我本来身体就非常的不好 我不好到的程度 曾经在路边分岛过一次两次 在家里一次在床上也昏倒 那是含有来的也差一点死掉 但是现在在床上 对 还有另一次就是在浴室洗澡的时候 也差一点昏倒 我为什么昏倒 我有山高 我的山高的状况是 我血糖高可以高到300多 低的时候低掉五六十 就是很危险的状况之下 还有我的 我昏倒在路边昏倒是因为 因为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的话 那就是要到医院去看 看中医西医 当初还不晓得是心肌梗塞 但是 医生就跟我讲 说 你叫儿子来 叫家属来 我小王子在上班 没关系 我等他等到晚上八点都可以 就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晚上八点 我哥儿子去签住院签住院 你搞不好签同义书 他就把一些报告来或什么 照出来的图片给他看 这个很危险 已经都不能走路了 你还放任他 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 平常我自己觉得说自己身体应该不错 但是经过那次医生的检疫过说 诶 你就是要去住院了 结果 我老婆那时候没有跟 跟我住在一起 他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 那心肌梗晚上回来 我说 老婆啊 医生说 我要住院 意思是要去装支架 要装一张根 老婆不晓得 真的吗 星期要啊 明天星期天 东西搬一搬就要去啊 真的第二天 中午过后 我就把一些资料 准备好 简单的行李方的 都跟我老婆去了 坐路 坐车坐到永安捷运市场站 那边我老婆 哭哭啼啼的把我拉下车 我又去了 好 哭好 因为有5%的危险 我女士那个5%怎么办 就把我拉下去 结果真的拉下 拉下来真的是救了我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到今天没有装支架 我真的没有装支架 我血糖纸 我现在靠导师的心法 把我血糖纸也控制了很好 虽然没有办法 像大家这样很好的状态之下 我是几乎没有吃药 几乎没有带吃药 但是做起要做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做一个见证 我的见证是说 只要老实的实修、实练、实证 每天在心法的过程当中 把自己过去不好的把它唱尾掉 我以前但是见过的人知道 我讲话没有声音 没有 讲不出来 没有缘气 对 然后呢我肩颈不能动 我要看后面是这样 整个转这样子 不是像这样可以转 我是不能转的 一转就动就痛 很紧 很紧 就不能这样把我掐得很紧 那我就怎么办呢 那这种接触到操码以后 我书真的很认真的看 那当初还不晓得修心法 不晓得怎么修 但是到给我妈妈妈 我参加各地的精英会 还有每一场导致讲过 我都不放过 真的不放过 这样妈妈妈妈妈妈修 修到一天 我突然觉悟说 这真的是不能掉问题 他把我掐得很紧 不管怎么样 你要跟他和解 怎么和解 当初也不晓得什么状态 有一天早上和我一起来 那天晚上的睡觉是怎么样 是被追杀的 被追杀 我喊得 梦中我喊得很大声 请太阳圣格导致救我 然后呢 妈妈第二天早上 是第二天早上 我老婆说 你真人在画什么 我怎么这样穿穿穿 但是我是冒冷汗 你怎么在画什么 他仔细听听不到我在讲什么 我一觉醒了 真的我是在喊太阳圣格导致救我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说真的要好好修这个心法 在当天那个晚上呢 我觉得我身体这样 应该自己可以自主办 那我就跟妇能量忏悔 那时候会修心法 跟妇能量忏悔 我说妇能量啊 既然我过去的无知 你放了那么多的过臭 是不是我跟你和解 你因應原谅我吗 我该做什么事我就跟你去做 我就把画面的译就写下来啦 要注印啊 要那个发书啊 还要接引人啊 还要分享啊 跟我讲 然后呢 那时候大概是早上五点 我老婆还要睡一下 我不晓得跟相成人家 跟妇娘怎么婚 那时候我找 我用最恋事的方法 我哪个把那个棉被铺在沟里上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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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转过来很自由 但是现在转得更正常了 更灵活了 对 这个我是真心真意的跟大家分享 真的是这样子 那现在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 那个 以前我是修佛法嘛 那个 释迦王灵火说 他正道那一天 他就讲一句话 奇灾奇灾 大地一切众生 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 只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德 那这句话给我怎么感动你知道吗 跟我们老师讲的一样啊 无德相 德就是德之良嘛 相就是光明 我们要积聚这个福德之良 把自欣的光明修正起来 让自身成为自发体 那你才有办法在这个红尘道上 你行走自如 好 既然知道这一点 跟那个佛经上讲的 跟释迦王有讲的 超级生命密码就是一个工具书 我会善用它 所以说我每天超级生命密码 我看了好几遍 也不是不看 就是有时候不懂 丢会去宠物看 第一次看到不懂的地方 也不是不懂看過好像沒有知覺 第二次看 第三次看 每一次的感覺都不一樣 我都會被感動 所以說我現在接引人 講接引人是發達一點 說跟人家分享 我在分享 其實研究大家有認同我 你這拍白雞啊 走到這樣還要跟人說你操碼路 但是經過三個月後 他們認同了 大哥你現在精神看得這麼好 現在貼他看得這麼好 我說有一個寶貝啊 導師那邊講的 我們自身就有一個如意寶珠 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我當初是沒有 那時候還沒跟導師這一句話 我就跟他 我身上有寶喔 你們要不要跟我講 我就開始跟他們分享 分享呢 分享有的還是不信 但是如果我自己的得子養夠 我的光夠 的話 當然慢慢慢慢 他接納 他會來問我 大哥 他到底怎麼樣 我說 要不要我帶你去 我是一個一個的帶他們去 到我們都書會 當時叫做都書會 現在是精英會 然後 不好意思 我講太太過分了 那慢慢 他們接納了我以後呢 進來以後 真的有很多就大改變 有一位朋友 是我的鄰居 平常就點頭之交而已 有一天我看到她 她是李光頭 女生喔 李光頭 然後拿一個柱形劑 這樣慢慢慢慢地走過來 我去問他 我不曉得他什麼名字 大姐 你今天怎麼會這樣 我就開始關心他了 但是用我們柔軟語 我們跟他講 他就卸下那個方位心 知道我們沒有要榨他 餓他的意思 我就跟他講 今天有痛嗎 我等生送給你 他說好 我就開始跟他講 當然是療癒跟青年之約 他看了以後 這個不錯 派適制 但是他生意又不能走 好 他回去看 真的感應很多 他隔一個禮拜後 他講的感應 繁殖了一個大片集團 然後他老公對他不會惡言惡言 他兒子不會罵三日記 然後更可貴的是 他把柱形器不拿了 他馬拐杖而已 再來呢 我邀請他去參加我們6月2號的柏橋 真的 那天因為是當之工我提早去 是我太太那個帶著他去了 他們坐計程車去 然後你知道柏橋那個場地是 他的階梯 階梯很高 他是用躺的 然後一步一步上去 真的我看了也很感動 再來呢 在基隆戲子 我問他 你願不願來 他也願意說 他也願意去 但是基隆那一場是我自己帶 你知道嗎 我看他以後真的很感動 公車不一定坐到底底盤的 他坐到比較高的 他是慢慢坐 這個公車的階梯 他是跪下去 然後一腳這樣爬下來 這樣用扛的扛停 你知道嗎 那個真的我感動到不行 你知道嗎 他既然拚那個力量 真的要去參加那一場 而且參加以後 聽了寶玉跟他弟弟那一段的故事 他真的掉眼淚 他說 他為什麼要掉眼淚 他說對啊 他感動到你了 然後呢 他真的現在很執羞執戀 今天早上碰到他 他在看那個唐詩三百首 我說 唐詩三百首 你回我們看 因為他沒有智慧型手機 我會印打給他也不可能 我說 我明天拿一套 蔡李旭老師的地址規給你看 因為他每天都會去這邊聯誼 他運動完去 那天吃早上同時看出 我把他中明天就把他中了 就今天他就是很高興了 還有另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 真的 我們的分享真的很重要 你要真心誠意地去面對你獲得的結果 一定是很美好的回應 就是愛出愛亡 我接引到一個 他是8月26日有參加導資的Q&A 然後回來以後 他的問題沒有被導資回答到 但是在場的問題他有接受到了 他知道他自己很苦 剛才二哥怎麼辦 我說 好 你要不要上我們的經驗會 他說 可以 我就把他邀請到我們上個星期六的經驗會 星期六上完以後 上那一堂課 他跟我講 二三哥說 我是不適智 叫我念 我根本沒辦法念 那我說 好 那你用聽的 結果呢 他聽完以後 感受很多 但光是聽那個感恩星空 他就掉眼淚 然後 星期一 我們找他運動 我會碰到他 他傳給我一把我 OK 但聽一下幾秒鐘而已 謝謝 天啊 皆 看你的按照 沒有 就在這裏 嘛 我 開的 說什麼 今天 晚 晚 外的 早上 晚 晚 晚 好 今天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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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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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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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感動啊 真的 他是紋盲喔 不是智喔 竟然比有一些紋在發作 他真能看 他都不應接受 你看這是不是天力眷顧的人 所以說我現在跟大家分享 真的我們沒有放棄我們任何一個機會 任何人我們都要去分享 然後呢 現在的導致那天假火 那個現在的天象已經都變了 我們到底是要地球毀滅 還是世界大同端呼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喔 所以說我們要不要廣傳 到底生命名嗎 真的我們要廣傳 而且大力大力的推轉 認識不認識的全部拿腰筋來 就一個算一個 我今天真的跟大家好好的 替天地跟島神謝謝大家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